好不好呢 来看到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说了 他说只要是企业主呢有诚信的话 台湾经济呢一定会发达 明年股市一定会大好 郭台铭说基本市场呢有三个分野 就是赌博投机还有投资 很多人说台湾跟大陆的股市呢 根本是赌博跟投机市场 但是他认为是投资 他也说了资本市场不能再用过去 只看资产负债表 来评断这个企业的健康 因为人的因素 技术的因素是更为重要 而现在却只看固定资产土地 感谢观看